原来我出生的那一年 在法国最多人取的男生名字 居然是Kévin 各位大家好 欢迎来到WaiTV温定频道 我是Wendy 那天最后我们说过的 Top 10 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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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今天就来讲讲法国今年 最多人取的男生名字 Top 10 首先第十名呢是我们的 Mael 这个名字呢它是来自 布列塔尼 Protagne的名字 Qui signifi Prince U chef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名字熟不熟悉 但是它其实女生也有这个名字 也一模一样叫做Mael 后面再加个LE 就变成女生的名字Mael 那跟大家想象的名字呢 比如说像是Mali Mailo Milo 等等 Miquel 几次的第九名呢就是 Jules Jules 据说这个名字呢是受到古罗马的一个人物 叫做 Jules 他呢而这个受到这个人的启发而来的 这个名字呢让我第一个联想到的就是 在法国非常常容易见到的男生服饰品牌 也叫做日理 第八名 Yu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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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名字呢是从日耳曼语的这个 你来看个俄文 怎么念呢 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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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是不是念错了呢 但讲到这个名字当然你们第一个想到的是谁呢 这个作家 他写了很重要的 有哪些作品呢 除了中文饭人还有什么 第七名 Arthur Arthur Arthur呢其实是来自于 Predon Arthur 它叫 Ours On Sets 第三名 Arthur Arthur 相信大家非常非常非常熟悉啦 就是地球上第一个首位名字 男生名字 那这个名字其实在全世界包含了可能中东啦 欧洲啦 都有很多人都使用 Arthur 这个名字 英文Adham 法文Adham 跟Adham很相近的名字呢 包括了 Adim Admar Admir Adda 等等等等 这里第五名 Lucas Lucas 这个名字也有Lucas 都有哦 人家叫Lucas 可是法文Lucas 那Lucas呢 是来自于希腊文的这个名字 然后意思也就是呢 Blanc Ou Brio 数据统计呢 在2012年每56个南海当中 就会有一个人叫做Lucas 第四名呢 就是Louis 这个不用再讲了 之前就已经讲过Louis Louis跟Louis 他的意思解释也都已经在上一集 已经讲过了 这名字好像一直都很夯 第三名 Leo 上次也讲过 Leia 是女生的名字 那男生的名字Leo 就其实也是Leon 的缩写 讲到Leon 住在法国的朋友 应该很容易想到 再来第二名就是 Rafael Rafael 女生也有人叫这个名字 Rafael 后面也是一样L Rafael 也有人叫Rafael 它其实是来自于西伯来文 Rafa呢 意思就是指治愈的意思 然后L呢 就是指上帝 Rafael 意思就是指上帝 一致的意思 最最最后 说我们的第一名呢 登登登登 就是Gabriel Gabriel Gabriel 网络上的数据显示呢 自从1900年代过后 至少有11万1000的Gabriel出生 光是Gabriel这个拼法呢 就有很多种拼法 无论是男生的还是女生的 甚至延伸到Gabriel 等等 这一集呢就到这里 你觉得哪个名字最好听呢 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我的频道 也别忘记开启小铃铛 那就不错过每次的影片咯 那我们就很快下集再见咯 拜拜